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时令菜 炒蝉豆 新鲜蝉豆是长这个样子的 可比豆还重 一定要一粒一粒剥开 不能像毛豆那样连可煮 像这样一颗颗薄薄满满的 这个地方不见黑色 就是上等的 太小太嫩 口感并非好 没有嚼头 所以你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准 这样外观一粒一粒偏扁 一颗一颗成型的 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体现 大大的鼓鼓的圆圆的 吃可发育的好 并不一定结实 剥好后呢我们水里淋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留着一块东西 会自然脱落的 那万一留着也没关系 可以吃的 万一这里有黑黑的呢 我们就把它卡掉 就卡这个部分 放油 放油 豆不太吃油的 葱花先下 爆点香味 然后豆下 慢慢翻炒一会儿 然后铺个小半碗水 大火煮开 再盖上盖子 煮到它皮皱起来 大约需要三五分钟这样 那开盖后呢 就是调味起锅了 不要再盖来盖去 这样卖相就更没有了 太湿的话呢 就开大火收干 只要加适量的盐 可以加一丁点糖 但是不能做钱了 这个菜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